有语曲王子之称的马来西亚之心歌手郑锦昌 在11月29日早上传出病逝的消息 企后经理人证实 77岁的昌哥语世长辞 近年长居大马的他 其实近一两年都有传出他身体欠佳的传闻 更加有指他一直受肾病的问题困扰 每天都要去洗肾 据知他日前入院 29日在医院病逝 而昌哥生前不单只热心助人 还提携不少后辈 当中包括肥妈Maria Tadero 客妹等等 所以得知昌哥离世的消息 他们都深感远色 觉得有点远色 但是昌哥一路好走 这个唐山大兴永远在我们心中 和昌哥唱歌就有合作过的 在大马在香港 他很照顾人的 因为我们去大马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带我们出去吃饭之类的 所以昌哥真是一个好人 真是一个好人 很可惜 身边有少一个前辈 有点同色 我希望昌哥一路好走 其实我一出道 我就认识唱歌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唱酒楼夜总会 那我们是唱住的 那唱歌在马来西亚 已经是那时候 已经是过来香港 已经是做表演嘉宾 我十四岁就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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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疼后辈的 他曾经也有叫我过去马来西亚唱歌的 虽然我不是说和他太 close 但是每一次找到他 他不会托手肘 不会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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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字 有一段时间又停了 没有见他 没有见他之后 在这十年内又见他了 我说唱歌你的衣服很漂亮 接着就介绍马来西亚 一些很顶级的设计师 给我们认识唱歌真的很好 年时已高的唱歌 2017年在香港举行完六场演唱会之后 正式告别乐坛 唱歌在行内打滚超过五十年 既是歌手 也身兼填词人 作曲家和演员多个身份 更加凭着唐山大卿一曲 在香港打响名堂 而除了唐山大卿之外 唱歌多首作品都为人熟悉